词曲 李宗盛 欢迎收看 另一样好玩 大家好我是何祖林 我是郭靖晨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2019年照亮台湾 光头行大运冻算 什么时候开始 原来是走到哪里 大家都被人家笑 秃头秃头 现在突然有了自信起来 以前大家 这几个人出门都要戴帽子了 现在帽子都不必了 真的 大家还都想摸一下他们的头 来 欢迎我们秘妮老师 帮我们算一下 秃头是走什么 首先欢迎张胜书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周应君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大家好 来了来了 好亮喔 丸子三兄弟 首先欢迎翁菜药大哥 翁菜药哥好 哎呦 哪有转到啦 哇 真美 接下来欢迎光头Paul 哇哦 哦 来 接下来欢迎这位财光 欢迎新龙 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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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滑油吗 没有啊 说真的没有啦 一般这个油会从毛发当中释出 自然的释出 但我们没有毛发 所以他会就在头皮上 但是说到这一点 最近那个你知道有一个艺人叫杜力 他送我一罐油 他说没事就要推一下推一下 所以我最近都有推油 但是突然后我发觉有一个缺点 因为那个油是 有那个所谓的 Coconut跟那个芒果做整的 所以当我背我女儿的时候 她不自觉现在都会开始啃我的头 哈哈哈哈 那把它当成奇异果跟芒果这样 直接啃下去 这么香吗 对啊 但是说实话光头也是要保养下去 这样子 但是讲真的 以前刚开始秃头 我是不是也自卑了很多年 然后直到最近真的 韩国瑜当选了高楼市场之后 整个好像 有脱了出口气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因为以前像可能辛龍大哥他们 还有翁老师他们可能 秃的时间比较晚一点 我是三十岁就秃了 刚开始会有自卑感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地中海型 大家知道雄性秃 而且尤其是从妈妈那边来 所以说外公就开始秃 所以那时候大概二十几岁 我就知道说我一定会秃了 结果那个时候一直秃一直秃的时候 真的是自信心开始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会经历过一段时期 叫玉盖弥彰时期 玉盖弥彰就是你明明这边很空 但是问题是 你就要想办法要把它cover掉 所以一开始就是 人家这边都会修长嘛 我们这边特别留长 然后留长以后左边开到右边 然后再从右边开到左边 然后不然就是前面高的时候 就用前面往后梳 那现在很多男偶像 也是从后面往前拨啊 我跟你讲那个 我们知道戴法片的多的 待会私下再告诉你 真的 对 所以其实真的是造成很多的困扰 蔡耀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光头 对 几岁开始 真的 我刚退伍的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 对 一个大有为的青年 是是是 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好帅 法量好多 对啊 这一尺是差不多 真的没胜 在做兵啊 对啊 十八十九一尺 偏偏美少年啊 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真的 啊 几岁啊 几岁开始 差不多 到那个李荣苑啊 就这样洗了一年多而已 他用那个除草剂啊 那一种洗滑筋 桶装的 哦 对 因为它长得很漂亮 我们不得其门而入啊 每天走过走过 后来才知道 男孩子也可以在里面洗 我就跑进去了 每次都指定他 他就整瓶 是为了要追那个漂亮的 对 他就整瓶拿起来淋啊 你也知道 然后一直抓 所以导致你现在是变成这样 对 哦 念头不对 对 念头不对 对 应该去剃头发 就去理法就理法而已 是啊 不要想太多 是啊 那他因为 他中间有诺 漂亮的设计师理法小姐 不是 因为那时候也要求偶啊 求偶啊 二十多岁了 求偶 也要成家立业啊 求偶 小姐 我会想死 多虎啊 送信机是你用的 但是你还真好 讲真的是因为那一段时期 为了常常去看他 所以就给他洗头 可能有一些劣直的洗发精 就把口皮洗坏 他们都用桶装的 都放在地上 接着他 连上去 而且一直抓 用力抓 而且他又喜欢 在你耳朵旁边 呢喃 哪里要喃 就讲话 讲很小声 在你耳朵 哪边要加强这样吗 对啊 通常会有什么话 他痒吗 哪里痒 要再用力一点吗 都不懂 重一点 轻一点 那你会不会回答 心里很痒 都痒 全身都痒 他健健肺吧 洗死回生 有试过哪些方法 头发掉了 也常常中耳炎 因为他这样子靠近 一直讲话 一直喷进去 结果一直撞 后来真的 整到发觉说 糟糕 因为每次洗澡 抬水孔里面都塞住了 才知道大事很严重 整个大陆就这样 江山就这样崩坏了 只剩下台蓬金马 那时候以偏概全也没办法 对啊 学我 对不对 怎么掩饰都没办法 后来 那个老板娘良心花签说 日本有一个指电改 这种升法很快 升法寄来 赶快跑去买 那时候不能出国 是 还要挂那个客长的名字 人家公司的名字 最少流行 那什么是各种 什么升法水 玩101啦 中光101是不是来 对 很多很多 那个后期的 那个是指电改 日本人家都有效 我们也赶快去买 我买一大箱回来 我每天一直弄一直弄 也是没效 真的 后来还有奈米的出来了 粉的 奈米 他说毛气孔很小嘛 你一定要奈米比它更小 才能够种植啊你 结果每天洗完头 一直喷喷喷喷 油长出来 细毛啦 细毛不堪一击 一摸就掉了 功亏一篑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 后来101也出来 101我们那时候 直接从大陆拿来的 那一支管子还是竹子做的 每天也一直涂啊你 非常用功啊你 可是他这个还好 他算是用买东西 我是用一些所谓的 民间秘方 对 比如说抹生姜啊 然后生姜那个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生姜拿来 抹了很细以后 有没有 然后就开始这样 敷在上面 前十分钟 我觉得有效 为什么有效 感觉头顶热热的 感觉那个血管在活络了 有循环 到下一秒就说不对了 大事不太对 因为那个从那个 我们的这种所谓的 热热的感觉 变成灼伤感 烧烫感 然后那时候 冲掉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头皮啊 都已经变成红色了 所以完全没有用 然后后来想说 用另外一种方法 用粗眼好了 抹粗眼 抹粗眼 然后粗眼抹了要洗 洗洗洗洗 然后水一冲的时候 差点眼睛瞎掉 因为那个粗眼水 弄到你眼睛里面 眼睛整个洗到 那整个都睁不开 然后最后没办法 人家说生鸡蛋 我就打那个蛋白 蛋白打上去以后呢 然后在这边抹 然后像那种抹面膜一样 只用蛋白 只用蛋白 然后抹起来 像那种敷面膜一样 等它干了以后用冲的 但是那个人忘了跟我讲说 要用冷水冲 我后来开热水以后 就变成淡花汤 直接冲下去以后 整个那个白白的液体 这样一片一片的 这样流下来 说真的没有一样有效 到最后真的是 只好没有办法 只好放弃 真的好妙 什么片方都试过了啦 后来人家也说椰子皮啊 哇 爱家爱户去讨椰子皮啊你 也是喷 一直喷啊你 椰子皮啊把它捏 让它的汁喷出来 哦 也是没用 都往上 要吃 有人说用啤酒也可以 啤酒也让它 那个毛巾口 你有听过啤酒 啤酒我没听过 听说过 那你有用吗 没有 没有 我辛龙不一样 辛龙你是自愿剃成光头吗 对 你是有一段时期 是造型还是怎么样 我们认识你的时候 其实光头 它这边的触感 其实是跟一般不一样 所以女生如果 一般的肌肤不一样 对 会摸 其实是有 蛮过瘾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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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去了 女生手指头会过瘾还是什么 女生会有一种 她会释放像废洛蒙这样 因为抱得住我的头的话 她会亲你的头 哦 但是跟她的头蛇吻 男生啊 跟她的头蛇吻 她的头蛇吻 这么大的 他有 你会跟他拆的 你会讲 我不用 辛龙你是自愿剃成光头吗 对 你是有一段时期 辛龙我们 是造型还是怎么样 我们认识你的时候 你是长这样 真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他是反过 很可爱 郭富城 邦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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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老頭 你後來這樣維持了多久 為什麼忽然剃了 維持了 其實看得出來我的髮量還蠻多的 很多 對 但是因為我 我自己是沒有凸 那個時候沒有凸 然後我就剃了光頭 那個時候因為有一個事件 我在小時候 我六歲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夢 夢中呢 夢中看到了一個男生 然後帶著一個樂團 那男生站在中間唱歌 是光頭戴著墨鏡 啊 韓國瑜 不是 唱夜市嗎 當時是不是流行林峰大哥 林峰大哥戴墨鏡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我回想起來那個夢 然後就知道自己要帶樂團 然後樂團去巡迴演出 那樂團呢 我們知道當藝人 造型要比人家亮眼一點 有印象一些 比較容易走紅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毅然決然 就把頭剃成光頭 哦 對 所以其實就只是想說換一個心 對 頭髮變少 掉頭髮變禿頭之後 有聽過什麼樣 批評的 或者 是難聽的話 很難聽的話 禿子禿驢這些有啦 然後什麼 禿子禿驢 對 然後河童啦 這些都已經算好了 你知道那種日本河童 不是這樣中間一圈 然後上面嗎 因為我去游泳的時候 一起來說 你看那個河童起來了這樣 出水 河童出水這樣 什麼都來了 連這種都來 河童出水都來了 然後就裝沒聽到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倒也還好就是因為後來 因為大家就這樣罵完以後 後來其實視野這個 心理建設還蠻好 我覺得外人的這個批評 都是小事 重點是自己最親近的人 都會這樣講 因為那時候 除了那個時候我們 當時的那個女朋友 也有跟我們講過 就說什麼 最後要離開了就是說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還算是有頭髮 現在童三月月越來越少了 然後跟我想像中 我的老公不一樣 我沒辦法想像 我嫁給一個沒有頭髮的老公 這理由恨 這理由尤其是劉貞聽進去 他根本就覺得不是個問題 我一直以來 我們都覺得劉貞的老公 一定要有頭髮 後來他嫁給了一個光頭 很基本的 我們那時候一直相親 每次照片出去 秒如黃賀 就一氣不回 都沒有消息 因為大家看到禿頭 沒辦法會接受 其實光頭 它這邊的觸感 其實是跟一般不一樣 所以女生 一般的肌負不一樣 對 會摸 其實是有 是滿過癮的 真的 回不去了 女生手指頭會過癮 還是什麼意思 女生會有一種 她會釋放 就像費洛蒙這樣 因為抱住我的頭的話 會有這種 他不給摸的 對 女神也不給摸啊 他有他的禁忌 老婆可以啦 女兒可以啦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這樣會讓很多女生 會覺得說 都沒有試過跟光頭交往過 你知道 真的 但是以前 你看 勸人家丟一張這個照片給我 哎呦 一個阿伯 在捷運上 捷運上 睡覺 但是你看地上 他睡太熟了 他的河頭冒掉了 是不是 有看到嗎 有 起來醒過來之後 也不知道要不要彎下去 請 要不要說是別人的 這樣子 我是跟我太太在 林宇棠圖書館認識 因為她是裡面的管員 因為林宇棠的關係 在陽明山 她接受了我 然後我們就去她家 因為林宇棠的關係 她接受了你 對啦 就是對林宇棠的著作 有興趣 有深入的研究 覺得這個人還可以 所以很出頭啊你 結果我們大夥全部的人 跑去她家提親 他們那邊的家屬 有意見 一個人才二十多歲而已 頭髮 凸成這個樣子 一定有病 那位說 一定有人有疾啊你 對 但是其實我只有頭髮這樣子 其他地方都好好的 你要展示給人家看你的誠意啊 要拿健康報告 但是啊 這個這個這個 這次這個韓國瑜先生 你看每次出場競選晚會 大家都想摸他的頭 摸一下 都覺得很有趣 你們有碰過 有人想摸你們的頭嗎 每天都有 真的每天都有 好煩喔 因為那個是 以前就有 還是現在 你從以前開始就有 我們那時候就是 還不是藝人 然後就已經逛了的時候 就已經常常有人想要摸我們的頭 我常常舉例 比如說那時候我們在吧台 我就很討厭坐吧台的位置 因為我只要坐吧台 三不五時吃了一飯 就會 就冷一下 因為後面就有人來摸我的頭 你知道嗎 現在在吃飯 在喝酒 對 有些可能喝醉或什麼吧 那如果說是正妹或漂亮女生就算了 也還有這種老阿伯 明明頭髮比我還多 還要來摸我的頭 這種也有一堆 然後更誇張的是 因為這個觸感 就跟他講的真的不一樣 有點像魔鬼氈的感覺 所以呢 有時候 一點點 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說 沒有其實你們兩個人的 現在的法 法量不同 後的感覺 他這個毛細孔都還在 就是黑髮的感覺還在 刺刺的刺刺的感覺 但是新鴻哥是完全看不到臉 對 所以那個有時候是 看我們要不要剃 所以如果我們剃完的話 都是像他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台人接受 就是說稍微這樣摸一下 我們還有遇過更誇張 那摸到上手了 你知道嗎 這樣來回來回來回 他以為在摸小動物嗎 他這樣來回來回來回 摸到火都起來了 你知道嗎 但是有些人就是 因為可能喝醉或什麼吧 因為那個觸感真的是不一樣 有點像魔鬼在 真的會摸得上 所以我建議你不要交一個光頭的 因為光頭一交以後 就回不去了 真的 有時候去演唱會的時候唱歌 然後到台下去跟觀眾互動 那個很大的場這樣繞圈 我要先講 待會我下來的時候 你們不要摸我的頭 就這個規定就好了 好 一下去 啪 他們照摸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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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像灌籃一樣 從... 啪 這樣下來 好討厭 他就想要摸 很討厭 那個手上都是手汗多少人呢 不然回去又長痘痘這樣 真的 對 因為我都會知道 什麼樣的情況 我在台上就好了 有些人他們會衝到台上來 喝醉人 喝醉的時候他那個 尾牙的時候都會 類似 對 喝醉的時候他後面把你熊抱 然後清你的頭 哦 跟他的頭蛇吻 男生啊 跟他的頭蛇吻 真的會 好 來 我們先回到命理上面 來請教周老師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頭型的人 特別的好運 通常我們來講的話 有這種叫做 可富可貴 事事如意的 就是頭型是 顏或圓長 圓長的意思就是 整個頭是 橢圓形的 好像一顆鞋 一顆鞋兩樣 這樣子的 對 對 對 那個這樣子的頭型 是最好的 通常會出生的家庭 是比較優良的 還有就是如果說 你到外面去來 工作的話 會受到喪失的常識 因為不見得 他是禿頭 我們現在畫的是 是一個沒有頭髮的 但是那個頭髮 如果有頭 他就看起來 那個頭 他的頭型就是 本來就是一個 很圓的 還有就是圓圓的 圓長的 那容易受喪失的看重 當然在職場上 談生意啦 做工作都會很順利 再來就是 也容易出人頭地 所以這樣子的頭型 是最好最棒的 就是說像洋忍通常 會比較濃 比較有那個圓形的 對 對 對 那再來我們講 恢復極貴 心想事成 這個要英俊挺拔 最好帶有一點混血的感覺 要不你好歹也要一兩項 是重在這個裡面的 如果你這個眼睛非常大 輪廓很深 但身高稍微不足 他會覺得 嗯 還是可以考慮 他們比較會這樣子 來尋找他們的對象 再來我們講 恢復極貴 心想事成 這個通常我們看的就是 頭皮要寬厚油肉 那這個頭皮 他不是從你看頭皮 看那個頭上面是看不到 你會從這個額頭上面 就可以看到 他的頭皮會讓人家 感覺好像是比較厚的 那厚的感覺就是 你不會感覺好像是 一個頭皮包一個骨頭 那甚至連那個 我們講說 連那個血精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子的感覺 那不是這樣子的感覺 通常像這樣子的話 一寬厚油肉的話 就是很能夠 就是户或是貴 通常户來講的話 就是有錢人嘛 那就是生意人嘛 那如果說貴的話 就做官的或是公務人員 很不錯的 所以這個頭 頭就是那個頭皮 他一定會厚厚的 感覺是裡面有襯著肉的 再來就是我們講疾病眼 你健康高瘦 頭頭顱不大 不能太大 因為頭顱太大的話 你看起來整個看過去 他這個就是好像不對稱這樣子 整個看起來就是那個頭很大 這樣子的其實他是 因為有的人說頭大是比較聰明 但是他不是 他應該是屬於一個不搭調的 所以是你會頭重腳輕 就像大頭娃娃 有可能他是有疾病的 對 再來就是要不小 不小有一種太小 就頭很小 看起來就好像那個頭 就是那個身體很大 整個那個頭小小的 你看過去一個身體很大 頭小小 這都是不理想的 還有就是不要尖 頭脚尖尖的人 這種人通常就是比較沒有福氣的 還有就是不腺 如果說你頭骨是腺的 凹腺的 通常這種人都是什麼 可能就是身體上面 會有一些疾病 不好的那個狀態 那如果說你的頭顱剛好不大 我們叫一般人 看起來你的頭 看過去就是剛剛好 也不會特別大 也不會選得特別小 當然也不會尖尖的頭尖尖的 或是說你的頭 頭那個頭帶骨 上面有一個凹陷這樣子的 通常都是疾病眼淋 健康高速 都會是一般都很不錯的 不會說常常在生病 常常就很不舒服 那我們說的 我們這裡不說那什麼 有什麼骨 什麼骨 什麼骨 那個都是千萬分鐘 千萬分鐘顯一的 那就是什麼總統骨 什麼骨 什麼骨 那當然我們都比較 沒有辦法印證到 所以我們就不講那些 我們講一般人 所以就一般人來講的話 像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差不多 身體就會很健康 很不錯了 辛龍他原來不是禿頭 然後後來他是自己做夢 自己是搖滾歌手 剃光之後 就是說你開始變光頭之後 去錄影 社會單位就常常拿你的光頭 做文章 那個時候還流行 玩那個恐怖箱 那裡面放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像藝人要手伸進去拿 伸進去這樣 然後那一集 我記得我的恐怖箱是透明的 裡面充滿了蜜蜂 那蜜蜂就是說 他們有噴一種 噴一種煙 讓那個蜜蜂 不會這麼的激動 躁動 躁動這樣子 然後每個藝人 換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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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到我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說 好 辛龍 你把你的頭伸進去 哇 伸進去 然後蜜蜂就爬滿我的頭皮 對 然後還不夠多 他那個老師那種 他旁邊還把箱子拍一拍 砰砰砰砰 拍一拍那整個就布滿了 都密封 整個頭都密封 然後頭慢慢拿出來之後 捕蜂人 對捕蜂人這樣 沒有被叮吧 沒有被叮 如果被叮了 真的就變釋迦頭了 上面就一粒一粒的 真的 還好 那也有比較趕時間 比如說 到外地 然後臨時 已經在房間裡面了 然後就是說 工作人員說 我們現在集合在哪裡 吃喝下午茶什麼的 我說現在嗎 對 那我心裡就比較急 因為我這個人是不喜歡 讓人家等的人 我就在洗手間 就拿那個飯店的刮呼刀 它是兩片式的 兩片式的 不好刮 不好刮 而且飯店裡面比較 天下比較粗糙一點 對 所以那一集 我就很急 然後我就剃頭 就剃 怎麼有粉紅色的水氣 哎呀 不管它 不會吧 剃好之後 然後一擦乾 就下樓了 一下樓的時候朋友看到 哇 滿頭都是血 都是血 因為它那刀片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潤力 對 所以刮的時候他把毛細孔 他刮到毛細孔刮到 他就破破破破破破 整個頭都血 所以 綠數折不打 德國大肉腸 上面淋上番茄醬 就是那個意思 但是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也常發生 因為我們剛開始那個 剃頭的時候 沒那麼順 因為我們也是要每天剃 像我這個是 今天沒剃的話就會這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每天剃 或隔一天剃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後面比較不會剃 就讓我老婆祕密幫我剃 會是這樣 今天要剃一剃 然後出門就穿個襯衫就出去 就錄影錄到一半 後面還有那個 觀眾後面還有那些藝人 就在那邊尖叫 來在錄影 然後怎麼了 我就看到你看你的衣服 就後面那個領上面都是血 因為明明那時候就這樣 欸欸欸欸 然後刮完以後 好出去出去 結果一出門 開始那個的時候錄影的時候 整個沾滿了那個白襯衫 後來就學會了 就自己這樣順著順著刮 所以現在我們 三分鐘就搞定 現在三分鐘就搞定 所以現在就很厲害了 又趕時間就綁頭巾好了 綁頭巾也可以 對 但是我們講說 這個光頭其實遇過很多事情 像之前我們在沒出道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的歧視是比較嚴重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還沒有韓國瑜這個市長 那時候出來 當然 這樣領領的方向 他就覺得說 可能就是禿頭就是不好看 那時候我們還在外上公司 有沒有常常會覺得你是更生人 對 第一個是 欸 真的喔 對 找停車位都很好找 本來說欸 這我先倒 安座 來 下來 謝謝 沒關係 沒關係 妳舔 很多都是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真是有好 但也有壞的 就比如說像之前我們是在外商公司 那做的都還不錯 業績都是第一名 想說三十幾歲 應該輪到我們身上經理 結果那時候那個 總經理講說 欸某某人 這次我們要身上經理 比如說 新龍 這樣我就傻眼 新龍比我年輕 然後業績比我差 然後進來公司的時間也比我短 然後為什麼是他 然後後來我們也去問了我們老闆 然後說你也知道 外商公司就是重視形象 因為常常有時候要出去要有新聞稿 要接受訪問 我們公司覺得說一個光頭的話 如果代表我們公司有時候 出去訪問的話 他就講不太體面 他只講不太體面 而且說不太體面 什麼叫不太體面 那時候就已經覺得有點受傷了 所以那時候只能才藝人 居然走到這條路上 因為這條路上畢竟跟別人不一樣 其實反而是一件好事 然後後來除了這個功以外 其實事實上事實上 也發生過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像我們光頭 那時候有一次我們在 晚上跟咪咪約吃飯我老婆 他來的時候氣沖沖的 就說你今天幹什麼 我說沒有啊 今天都在家 因為今天沒工作 你少騙人了 你是不是出軌 背著我出軌這樣 我笑說沒有啊 你今天也沒有啊 至少今天沒有這樣 我在想說沒有啊 今天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我都待在家裡 我是要出門吃飯的時候 跟你吃飯的時候才出門這樣 沒有 我跟你講有一個人 因為他今天去台湾醫院 碰到遇到他的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不知道他跟我在一起 他就跟他講 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 那個醫院裡面來了一個藝人 我莫名其妙還戴個口罩 明明就認得他是誰 他跟光頭那麼好認 戴個口罩就知道他是誰 而且還帶一個女生來 我們這個婦產科產檢這樣 笑死人一看就知道是誰 他說那是誰 就那個Paul啊 就是那個Paul啊 問題是他那個朋友 完全不知道 明明那時候跟我在一起 所以他講說Paul的時候 那個明明覺得說 一定不可能說假 因為他不知道我們兩個在一起 所以當他就覺得說 一點CDPaul 又在外面搞什麼事 結果搞了半天 我就說不是我不是我 因為那天真的沒有 後來這件事情 是我調我們那個 一樓的拉筆的這個錄影帶 證明我是六點出門 才出門才說 我真的沒有出去 所以有時候 就算光頭也會被誤認 所以我懷疑到底是不是 辛龍哥 當天是一代的 一些藝人這樣子開的出去 他帶劉真去做產檢 有可能 之類的 或其他人 但是有時候 會那個光頭其實 造給我們很多的一些困擾 跟物質 真的 但Paul 我們有一陣子 我們聽到一個新聞 但後來又不太好意思問你 剛開始有流行執法的時候 我們知道你去執法 大家說光頭Paul 而且真的成功了 很成功 光頭Paul去執了一頭頭髮 很漂亮的 全部滿滿的很密這樣子 可是後來說 為什麼又剃掉 大家也不好意思問 對 其實大家都說 其實那個手術 大家講其實很成功 因為頭髮現在超級暴密 所以我一不剃 大家就想想看 滿滿的沒有一個白一點 所以其實是很成功 但那時候咪咪也覺得說 因為咪咪第一個 她喜歡光頭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看電影都看 傑森史塔森 跟馮皮索之類的 還有巨石牆身 然後看到那種強尼逮捕 或什麼那種長頭髮 她就不愛 所以那時候 一開始頭髮流長的時候 她就對我這樣 好像變得有點冷淡了 你知道嗎 這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失落 但是沒關係 反正有頭髮久了 她就習慣 但我說實話 這一行還真的需要有點 就像希容哥講一樣 有點特色 那時候有頭髮以後 不誇張 我的通告少一半 少了一半 整整可能我舉個例 可能一個月 我們那時候 我一直在轉電 是在找說跑哪去 最近聽說她有頭髮 一直在找找不到 因為本來就是從一個 很酷的一個光頭中年人 變成一個比較年輕一點的 有頭髮的這個中年人 大叔 所以那個感覺 第一個 特色不現了 第二個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主題也沒有 所以整整通告掉了一半 所以工作上也怪怪的 然後咪咪 那個另外一個老婆 也對你冷言冷語 所以想說真的 剃一剃 還是遵循我們原來這個初心 出道的時候就是光頭 那就光頭就過來 一剃完好不誇張 那一個月光頭那一個月 馬上又跳回原來的這個 原來的字又多一倍 所以這個真正最好 所以這根運勢 還是有關係 真的耶 好啦 先來請教張聖書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什麼樣 紫薇命格的人 毛髮比較稀疏 紫薇盤也看得出來 紫薇可以看得出來 我要先說 這個問題問倒我了 我看了四十年的命盤 沒有人問過這種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說 這個問題該怎麼回答 但是我要先講 從父母功或者疾惡功來看 是必要的 是 為什麼 你看其實就一句話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對 對不對 所以父母功的對功就是疾惡功 這兩個功位一定有關聯 可是什麼關聯我不知道 所以製作人害我 這出這種題目你知道 我最後解決辦法是什麼 我找我一百個光頭客戶來 看誰的統計出來 誰比較高 要不然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我統計出來 我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說不定如果有觀眾知道的 但是這三個就是 我統計了一百個光頭 這三個是前三名的 我先來看一下 有趣了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我在外面工作或是 忙完了回家 回家外面主婦比較髒 對 包括很多地方會觸碰到 跟人家握手 會講話人家的唾液什麼的 那還有一些有形無形的 我就覺得我要去注意 我就去注意他 那回家的時候 回家我就先點香 然後去洗澡 洗手洗澡 點香 點香是什麼 有趣了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有七煞星 落到父母宮或者吉二宮的 兩位都沒有對不對 好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 而且你覺得你毛髮比較稀疏 那就加一了 七煞也許在古人的角度出發 七煞往往講沙沙沙 在寸草不留 只好這樣解釋 寸草不留 要不然我剛講 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所以老師真的是從大數據裡面 我從大數據去抓的 但是來看第二個 是 舞曲星 兩位也都沒有 對不對 好 舞曲這個也是我去實驗的結果 第二名的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也有的話 也是加一 但是我剛看到兩位 就覺得有趣了 兩位竟然同時在第一名 有欸 有 你看他吉二宮天童 然後你看這個 山耀對不對 他的吉二宮 有沒有天童 也是 兩個都有天童 對 我們大數據又加二了 因為你是後先的 你不是先天的 對不對 所以兩位都是第一名 好妙喔 各位觀眾 有這三個主星的朋友 從此可以大聲的告訴別人 不是我不好 這是天生的 對不對 這是天生的 而且既然是天生的 韓市長也應該對一下 看看他 對 他也應該來對一下 他上次也招了一百個光頭 不是嗎 對 對不對 大家都來給我大數據一下 說實在 上了十幾年 第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直接用大數據來告訴大家 果然今天中兩個 那你看 來訪問韓輝先生的太太 你加分 我當初擇偶 第一個不要禿頭 結果她才禿頭 以前大家對禿頭會有一些 覺得怕被笑 或者是不是幹嘛 所以就會特別看 如果頭髮少還會有 其實就女生 像我的話 我是擔心到遺傳的問題 就是說 我很怕我的下一代 就你愛這個男人 他禿頭你無所謂 但你怕你兒子禿頭 對 我會想到 因為如果跟這個人交往 然後又有下一代的時候 那個心裡會有一點壓力 就像我先生 他髮量很多 可是他是少年白型的 我就開始 我現在就會擔心說 那我的小孩 以後是不是七早八早 也會開始白頭髮什麼的 你好會擔心 無聊 擔心多了 來Amanda老師 這是真的 什麼星座的人是外貿協會 我們今天先鎖定在 我們尋找另一半的時候 比較會用這種外貿協會的 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我們先看女生的星盤呢 我們是要觀察 女生星盤當中的太陽火星 跟下降星座的三個部分 好 那男生的話呢 星盤我們就是要觀察 月亮金星 還有下降星座 好 那我們這邊有個表格 來跟提供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通常都會知道 我們的上升星座 對不對 我們上升星座 正對面的這個黃道星座的話 就會是下降星座 好比方說 所以如果你的上升是在牡羊 你的下降就會是在天秤座 像篤齡哥 你的上升是天秤座的話 所以反過來 你的下降星座就會是牡羊座 好 金純姐一樣 上升天秤的話 下降就會是牡羊 所以像燦耀哥 你的上升是天蠍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 我們就可以找到 下降星座就會是金牛座 好 那POW的話呢 上升是射手座 在這邊 所以下降就會是雙子座 好 星龍大哥上升水瓶的話呢 下降就會是獅子座 好 我們可以這樣子來參考 好 我們首先先看呢 女生的星座好了 這個會比較以貌取人的 外貌協會的話呢 第三名我們說是在 射手座的女生 我們的標準是 這個要英俊挺拔 最好帶有一點混血的感覺 好 這種 射手座女生 通常他們在找對象的時候 如果自己是太陽火星 在下降在射手的 我們都會喜歡那種有沒有 輪廓非常深邃 濃眉大眼 鼻梁要非常高挑 然後呢 身材最好也那種很挺拔的 會是先這樣子 所以如果呢 你如果 整體都是這樣的話 當然射手的女生都會非常心動 要不你好歹也要一兩項 是重在這個裡面的 好 如果你這個眼睛非常大 輪廓很深 但身高稍微不足 他會覺得 嗯 還是可以考慮 好就是他們比較會這樣子來尋找他們的對象 是 第二名呢 我們說是 獅子座的女生 好 這個呢 標準就是散發貴氣 要讓人崇拜 獅子座特質強的人 他們會覺得 欸 我找這個對象是要那種 一戰出場 就是好像光芒四射的這種感覺 然後呢 最好是那種 好像給我一種 他有一種好像王子般 或是國王般的氣質 能夠讓我覺得對他是非常崇拜的 好 會是這樣子一個標準 所以呢 他們通常會喜歡那種身材 也是比較魁梧一點 不是像射手這種要帶有混血的挺拔 他們就是要有一種很魁梧 很有安全感的這種外型 好 這是獅子座的女生比較會喜歡的 第一名呢 我們說是天秤座的女生 好 他們就需要賞心悅目 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好 像淨淳姐 天秤座的女生 對 他們是上身天秤 他們的一種標準就是呢 天秤座的女生 他們是說我是要一個整體的美感的 好 就是說呢 我可能各方面都要有這個80分以上 他不見得要任何某一個部分特別突出 但看起來這種是有一個整體的 均衡的這種美感 然後呢最好是帶有一點書卷氣質 有一點點這種優雅斯文型的話 這就是具現這個天秤座的女生 他們會尋找的一個標準了 好 我們接著來看 現場來賓都是男生嘛 我們就觀察自己星盤當中的 月亮星座 金星 還有下降星座 那如果太陽的話可以作為參考 首先第三名呢 我剛剛看到了這個燦藥哥 就有中獎的是金牛座 我們說呢最好是要豐潤優雅 是最為傾心的 好 因為你的這個下降是金牛座 好 所以這種特質 我們說這樣金牛座的男生呢 他們在找對象的時候 他們不喜歡那種 真的是好像太纖細 好像一走出去風一吹就會倒的這種女生 他們比較喜歡是那種看起來有一點點那種 福泰或是有一點點我們說比較豐潤的 對他們來說 他覺得這才是一個美女的標準 好 我們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傾向 傾向的這種條件 嗯 那麼第二名呢 我們說一樣是獅子座的男生 是要驗冠群芳 這樣子我帶出去才會覺得有面子 好 所以去觀察這種獅子座的男生的話 他在找對象的時候 一定是要那種非常亮眼 你知道就是看起來就會讓人家覺得 啊 他就是一個美女 或者是呢那種穿著打扮 就是要非常的bling bling的 就那種帶出去的時候呢 別人一看到我都會覺得 嗯 這個伴侶是可以幫我加分的 就是獅子座的男生 他們在這個找這個對象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標準的 現場沒有 現場沒有 對現場來賓沒有的 好 那第一名呢 我們就說是水瓶座的男生 因為呢萬中選一我要與眾不同 沒錯 星龍大哥和Paul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月亮在水瓶 我們說水瓶的標準 他們有時候很奇妙 有些是那種不見得是真的 現在流行的這種美麗 但對他們來說就是要那種 我看起來他就是非常的過目不忘的 就那種很特別 別人一看到他就知道 這個女生有他這種獨特的美感 而且呢水瓶座的男生 他們喜歡那種有一點點冷冷的 那種我們講說比較冰山美女型的 這是他們比較會欣賞的對象的 好 然後呢 而且水瓶座我們說 雖然大家都講說水瓶座 是一個比較叛逆呀 吸引的星座 但不要忘記 水瓶座他也是土星守護的星座 所以對於水瓶座特質強的男生來說 他們找對象的時候 他們是那種要帶得出 出得聽堂進的廚房的 也就是說他們在找對象的時候 是要有外貌 但是呢 回到家的時候 也要是一個嫌妻良母型的 所以才是標準比較高的一個男生了 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來 進了廚房馬上回來 那個人在沒錢的時候頭髮都掉光 因為壓力 失業 這一餐吃完不知道下一餐吃什麼 然後每一餐都在煩惱 嘎三點半 嘎三點半 就不誇張 一掉完頭髮以後 整個運勢就來了 不誇張耶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可能到一個逆境到一個谷底吧 然後那時候看那個鏡子的話 他都掉光了 那乾脆就全部剃光 剃光後 說實話那時候電話就打 欸 我們有一個 之前有認識的 有一個工作就來了 好運接著來 好運一路一路的這樣接著來 好運好好玩 來 新龍 新龍 你把老婆當寶貝 把寶貝女兒這樣捧在手心裡 聽說很誇張是不是 不會啊 很自然 請問你 是 是不是有寶貝女兒的一套SOP 確實 水瓶爸是不是特別寵小孩啊 我覺得都是自然的嘛 就是很難得有自己的Baby 所以你是辭婦 不是嚴婦 當然是辭婦了 這個女兒要寵著養 你寵到什麼時候 我在外面工作或是 無論如何 回家 外面總是比較髒 包括很多地方會觸碰到 跟人家握手啊 或講話人家的唾液什麼的 那還有一些有形無形的 我就覺得我要注意 我就去注意他 那回家的時候 回家我就先點香 然後去洗澡 洗手洗澡 點香這樣子 點香是什麼意思 淨化 淨一淨 讓這個整個家裡的磁場 能夠很清淨清涼這樣子 你先淨化磁場 對 那香當然有買比較好的香 因為要買好香 比較好一點 對 那個香也是 因為小朋友也會聞到 所以買比較好香 那你為什麼收工之後 不先落到行天宮之後 過個爐之類的嘛 對 然後回家之後 在門口就先把 那個無成衣先穿好 再進去 但是你從行天宮回到家之後 開車什麼的 還是會 還是會有一些 一些要不清淨一下東西 好愛女兒喔 女兒一定要寵著養 對 然後爸爸不能 對女兒說NO 沒有 爸沒有這個權利 說女兒第一次剪頭髮 你也不願意給外人剪 那當然啊 怎麼可能啊 爸爸怎麼做得來咧 剪頭髮有點難度 女兒很多次第一次 都要我來做 對 剪頭髮啦 或是她第一滴眼淚 第一滴眼淚要幹嘛 我要把它吞進去 我覺得這樣吞進去之後 Baby 將來就不會有任何男生 來欺騙你 這是一種傳說還是神話 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 你有沒有 你會不會 因為劉真有時候 抱著不小心啦 或者摔倒 那怎麼樣啦 忍不了啦 你會有說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這樣子 你有這樣子過嗎 你有對 因為孩子而對劉真大聲一點嗎 我覺得喔 一個家庭裡面就要家和萬事卿 不要有那種 大小生的事情 我們說有沒有嗎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你都有忍住過 我覺得有可能 沒有可能 其實是 家裡不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 講道理是在外面 那有沒有曾經還是掉下來過 或者什麼過 有啊 那你就很忍住 家和萬事卿 我趕快看寶寶哪裡有沒有受傷 你當然不能去責備媽媽吧 也不能去責備寶寶 寶寶是不懂的 媽媽覺得 一個媽媽怎麼可能會去 讓小孩子故意的 不會是故意的 所以他一定是無心的 所以是 再來就是我要去關心 讓他們知道 爸爸的愛 然後其實很多事情一下就過去了 不會 或者是說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大小生 我覺得不會 所以Paul 因為沒有意義 你疼小孩也是有到這麼誇張嗎 我覺得可能自己身體上 有一些某種程度的說缺陷也好 或不足也好吧 所以反而會對女兒會特別的加重 像前一陣子吧 就是剛好傳染有一些流感比較嚴重 然後就是 小孩子生命也知道 又怕大的傳給小的 小的又傳給大的 那個時候 他這樣 所以回家就要先洗澡 對 先點香 你進化自操 所以沒辦法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 晚上起來的時候 他已經睡不著 我又怕吵到那個 他們兩個小的跟我老婆 我就把他帶著這樣 然後把他放上車 因為車上只有我們兩個 我就去這樣繞繞繞 從凌晨兩點吧 繞到這個早上五點 就是這樣繞一直繞 繞他睡著了 那我想說睡著了 就讓他不要下車 下車又會醒 所以就這樣一直繞一直繞 繞到那個整桶汽油都沒有 繞了三個小時 然後到家的時候 他說爸爸天亮了天亮 然後剛好五點多也天亮 然後就把他抱下來 然後他就覺得說 睡飽了 然後又開心 然後果然一陣子就好 但是 你就往墾丁開啊 一路相機 其實真的啊 就是往那 慢慢慢慢開 慢慢開這樣來回來回 交流到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這樣 好有耐性喔 有這麼慈祥的爸爸喔 蔡寶哥 這樣真的很有耐性 蔡寶哥咧 是 也是對女兒 女兒兒子都一樣啦 真的 對啊 那女兒在何家人啊 說 想去歐洲走一走 好啊 兩個都一起去 沒有條件的 然後男生一考上海洋大學 怕他騎摩托車啊 趕快買車子 啊唷唯唷 這麼大手臂 一定要 沒辦法 就怕他騎摩托車 對啊 其實我剛剛才跟那個 新榮哥討論 因為昨天 就是女兒 有時候你也知道女兒兩歲 我們兩個女生都兩歲 兩歲的時候最皮的時候 兩歲貓狗錢 大家都知道 他在餐桌上大家都在吃飯 吃一吃吃 他本來拿了一個瓶裝水 他就啪 這樣 就倒在餐桌上 全部人菜都毀了 全部人菜都不用吃了 我就很生氣 但是我覺得說又不能太宠牌 我就叫他說 去旁邊罰站 他就一個兩歲小女生 他就面壁罰站 我想看著他 熱氣罰站 對 我就想說 忍不下去 但是我必須要給他設立一個榜樣 畢竟是 還要有一些規矩 然後我看到五分鐘 五分鐘 那五分鐘大概我人生最漫長的時候 我說五分鐘 喔到了 好啦好啦 可以了 可以來吃飯 回來吃飯這樣 他就走過來 我說我那時候就 他做了一個動作 我馬上就後悔 我為什麼要出發他 他這樣小小的嘛 他就這樣 我帶我這裡的身高 就這樣走過來 然後他就這樣摸著我的手 Sorry 這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說 好啦沒關係 上去吃吧 然後我就轉過去 我那個心裡面是在躺起來說 我幹嘛 為什麼要處罰他 所以有時候 他們講說 對這個兒女處罰以後 最後都會罵自己說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但是罵老婆或罵老公 他說為什麼不罵多一點 為什麼不罵多一點這樣 但是那兩個心理是完全不一樣 尤其就是你自己的女兒 然後他又覺得說 不好意思 這樣摸著你的時候說 Sorry I'm time for you 好啦好啦沒事 所以你再怎麼樣都氣不下去 自己也 這樣的心軟 跟心疼孩子的心情 我們只能說 在小一之前 請大家好好的享受 哈哈哈哈 上了小一之後 我女兒現在快三歲了 人家不是說三歲看八十嗎 三歲之後你就看到她 八十歲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對 退化 所以最近我女兒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我也不了解 就是 因為 她現在講話變成有北方 北方的腔 對 嚇人了 對 那我們親戚裡面 或者是電視上 也很少這樣 你是在家都給她看 東北二人傳 也沒有 她那個北方腔 比方家腔很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說什麼 她最近才開始 比如說晚上睡覺前 她要跟爸爸說 晚安 Good night Sweet dream 她就這樣 我爸爸會說 晚安 Good night Sweet dream 然後外面下雨了有沒有 她說 下雨了 好怪啊 搞不懂 什麼時候 北方人的靈魂 你沒有住在眷村啊 下雨了 沒有讓她有住 這是石川華的 石川華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就有香音就是了 有香音啊 所以她有一天回家之後 看她女兒在這個燈光下面 包餃子了你知道嗎 好可怕喔 所以小孩子成長 你永遠不知道 她會學到什麼 但就是這麼可愛 小朋友會讓我們 大人變得更好 大人 父母會變得更善良 所以其實小朋友 教育我們教育太多了 真的 哎呦喂啊 很感動 來 麵道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星座的男人 是愛加好男人 男生這個星盤當中的 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 還有我們剛剛提過的 下降星座來觀察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在巨蟹座的男生的話呢 他們會用心經營創造 整個家庭的回憶 好 是從巨蟹座 特質牆的男生的話呢 他們真的覺得這個家 是我一個很重要的 生命的場景 所以他們會對於什麼 今天這個小朋友生日了 那不用講 一定是會大肆慶祝的 要不然呢 可能這個小孩入學 第300天 他們會找個明目 買個蛋糕來慶祝 慶祝小朋友 終於開始上學第三百天 然後呢這種種種的聚會場合 一定會拍照 然後呢可能會這種存檔流念 做出來映成像本 因為我們覺得說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回憶 所以一旦成家之後 那種整個心思會放非常多 在這種家庭以及家人的事物上面 其實明年喔 全球情勢本來就是亂的啦 可是有時候天下大亂 情勢大好啊 對於心來講 他就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亂世出英雄嘛 敢於冒險 你看巴菲特都說啊 人家貪婪的時候你要小心嘛 可是人家在害怕的時候 你就要貪婪 第二名呢我們說是 處女座的男生 處女座的男生呢能夠 大事小事都有我來包辦 好這個蔡小哥我剛剛看到 您好像就有這個處女座的一個特質 你應該是月亮在處女座的 沒錯 我就是這樣子的 好你就是會那種什麼 處女座男生會是那種 家裡面所有事情 你說當然這個可能這個 家裡面一些什麼 沙發壞了冰箱壞了 我需要這個負責去找什麼樣的品牌 什麼樣的規格比較適合來換 那個沒有錯 可能真的是哪裡什麼 這個冷氣不冷了 那我也會去特別自己檢查 然後呢馬桶壞掉了 一定是我親自來 就所有的大事小事 他都會說我來做 我來辦就好了 好與其找人做 不如我們自己DIY 又有這種家庭的樂趣跟回憶 所以這處女座的男人 他們會這種所有事情 都一肩承攬下來了 第一名呢 我們說就是 摩羯座的男生 為了家人會好好的打拼 新龍哥 月亮摩羯座 後的太陽在摩羯座 所以呢我們說這種特質牆的人 他們會什麼 我在外面非常認真工作 非常努力 不是為了只要成就我自己 他會覺得我是為了 給這個家一個保障 就是 好 對就是說 好我在賺了所有的錢之後 我的一些理財規劃 自從我有了婚姻 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之後 我整個人生的種種規劃 都會以家為優先 而且是一種 保障他們未來的 你知道這種規劃考量 是他們表現愛的一個方式 像新龍大哥的心盤 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說 剛聊到小孩嘛 我們行星的話 其實水星有時候 特質是跟小孩有一點關係的 新龍大哥的太陽跟水星 都在同一個星座 意味著他會把小孩 當成是他人生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對象 好 然後又在他的第一宮 所以他會覺得 他對於小孩的看重 而且小孩的一個未來 是他非常在意的 好 所以說這個蟲女兒 其實是無極限的 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的 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 哎呀 真 來來 但是有一句俗話老師 為什麼說 十個禿子九個腹 剩下一個沒屁股 這在面向上 這句話應該是 禿子本身發明的吧 對啊 是嗎 通常以前就是說 為什麼會說十個禿子九個腹 就是因為要用頭腦 因為賺錢一定要用到頭腦 用頭腦容易讓他掉頭髮 那為什麼說 另外一個不付的就是沒屁股 因為屁股就財庫嘛 沒有財庫所以他才沒有付 這個意思 剛剛守不住了 今天這丸子三兄弟都是有錢的 都有錢都有錢都很厲害 有實力的 有一個是把脈抓住藥的 餐藥車 不得了 霍是也是很會投資 另外是靠樂透財 那也是一種本領啊 這個比較屌啊 對啊 他也覺得這比較厲害 欸 怕 不然你現在年收入超過千萬 不敢 不敢 但是說實話以前 這個大概都有這個水平 但問題是 就跟老師講一樣守不住 所以那個時候說實話 第一桶金也是在我 那個頭髮全凸以後 因為那時候還有點頭髮的時候 那時候非常非常糟糕 就是有點頭半凸不凸的時候 那個時候做什麼失敗什麼 那時候我還甚至知道 要去領錢 要去付那個房貸 想說要提個一萬多塊 要付這個房屋貸款 就插進去以後 看裡面剩下我還記得很清楚 65塊 全部都沒有 因為那時候又失業了 然後那個老本人又吃光了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那時候可能是因為 太難過了吧 那說真的 然後家裡還好 你那個時候錢都亂花去哪裡 你後來有錢 就是亂請朋友啊 然後亂買東西啊 鞋子 然後衣服 那就亂買 然後看到就買 然後根本沒有在算任何東西 所以有頭髮的時候 還是型男很重要的意思 然後穿什麼東西 都是很講究很平衡 一定要當季的什麼都最好 這一次比如說衣服穿一次就不穿 因為人家看過了 不要再穿了 這麼囂張 然後那個車子我更誇張 車子一兩年又有新的 一兩年就換一台 一兩年就換一台 永遠都在換新的 所以那時候拿到的時候 我真的65塊的時候 我真的是嚇到一身冷汗 那時候旁邊還有一些頭髮 大家知道旁邊還有一些頭髮 那次嚇到以後不誇張 還好那時候媽媽有借錢 讓我度過那個月 但那幾個月真的每天都要 掉頭順掉頭順 那個人在沒錢的時候 頭髮都掉過了 因為壓力 失業 這一餐吃完不知道下一餐吃什麼 然後每一餐都在煩惱 嘎三點半 嘎三點半 結果不誇張 一掉完頭髮以後 整個運勢就來了 不誇張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可能到一個 逆境到一個谷底 然後就 然後那時候看 那個鏡子都掉光 那乾脆就全部剃光 剃光後說實話 那時候電話就打 我們之前有認識的 有一個工作就來了 然後工作來了以後 剛好那時候我們也要 因為房子也不行了 我就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時候 剛好是我們的SARS 我就買在內湖那邊 那個時候本來也 那也名人要賣 然後那時候說 他們急需要脫手 不然就這樣 26萬一瓶賣給你 那也是我的第一桶金 26萬一瓶賣給你 就後來我才三年吧 把它賣掉 我賣50幾萬一瓶 所以等於是Double 然後Double以後 又再到買到信義計畫區 就從此有了D桶金以後 還有投光了以後 莫名其妙就開始順了 你知道嗎 好運接著來 好運一路一路的 這樣接著來 然後除了買房子 我說真的 沒買必賺以外 像我第二棟在這個 信義區的房子 那時候我也是買 一瓶三十幾萬 到三十幾萬而已 所以信義區 信義計畫區的旁邊 隔一條巷子 好不OK的 對 然後21樓 而且看到整個大台北 整個view非常好 180平 而且之前張忠謀 我還住過那一棟 但是因為那時候 他可能急著脫手 反正很奇怪 他就三十六萬就成交了 到最後這前幾年 我賣的話 一瓶賣到90萬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 到後來 每一個每一個的這個 土地的這個 甚至這個 房地產投資都有賺錢 然後後來就開始 也有投資一些 比如說我們有些建材公司 然後這個衛生棉公司 還有一些有機食品 這些都 慢慢在有去投資以後 就慢慢慢慢 事業就越做越做越順 然後以前那些亂投資的那些 說也奇怪 就不會找你 剛生第一個女兒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在月子中心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房子 是在東區 那是夜店最大 因為那時候剛單身 就是買在那裡 好熱鬧 一出來就是喝酒的地方 一出來就是 安和路跟那個東區那裡 那個遠氣那邊 那邊就是酒吧最多的 你出去要喝酒 一百塊一定到得了 到處都是酒吧 可是那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 那個月子中間 我會覺得說不對 這個地方呢 應該不適合小孩子出生 所以那時候我就慢慢出去 說實話 莫名其妙 你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緣分到 我就給 開車到沈育林家父親 在內湖那邊 就給他一個東西 然後 啊好了 我就中午一到 去吃個麵 越吃麵越覺得 欸這邊的環境不錯 然後我就 看到那邊有個中介公司 我就走進去 然後就跟他問 他就說有啊有啊 這邊有大概五家賣 你今天有時間 我說有啊 那五家我們都一起看 我就看第一間還好 第二間還好 看到第五間的時候 那個裡面的那個屋主 就說他沒空要取消 我說不用不用 我也是隨便看看而已 因為我有臨時看的嘛 你讓我進去五分鐘就好 啊五分鐘好 我就進去 五分鐘一出來 我說房仲是不是 剛剛他出多少 直接出價 五分鐘就出價 然後他本來要出去吃飯 他說出價 然後電話中間回說 好那這個價錢我OK 晚上的錢 我們一個房子 大概從下午出去 然後晚上回去的時候 就直接完成 最好笑是我回到月子中心 欸你今天怎麼出去那麼久 我說沒有啦 我就出去買個東西 買了比較久一點 喔買什麼 就買了我們未來的房子 我老婆聽了 差點又流產你知道嗎 那月子中心 差點就整個人又火氣又來了 他真的假的 就也很奇怪 他一去以後 他也沒看過嘛 要等月子中心出了以後才去看 就去看以後 也很喜歡那個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我們也有房貸 你說有時候人是運氣 運氣運氣 我那個房子房貸其實也蠻多的 但問題是 進到那個房子以後 一年內我就把所有房貸都還我 都付薪了 好強啊你 全部都付薪了 而且現在都是 都是多的 所以人家也說說 有時候運來的時候 第一個買到便宜又好的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就 緣分就是要跟著你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工作在世界上 搬進去又很順 更何況我們在第二棟房子裡面 又生了又懷了 第二個我們的等於寶 所以你看五子登科裡面 五個子裡面 基本上都在這個房子成長 所以當你要運來的時候 都擋都擋得住 都聽到這了 所有在場的男生 等一下收工之後 全部去理光頭 全部都理光頭 人家PO都已經講成這樣了 一個光頭可以順成這樣 一年就還棄所有的房貸 賭音哥 那我也是旁邊也另外一個光頭 蔡耀哥有十幾棟房子 那也很厲害啊 十幾棟房子 但是他覺得 地窟錢窮 沒有用 是喔 來聽聽看 怎麼了 大家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好運連連嗎 來老師 來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6730 7326 5473 3269 4908 直覺了 另外一個光頭 另外一個光頭 蔡耀哥有十幾棟房子 那也很厲害啊 十幾棟房子 但是他覺得 地窟錢窮 沒有用 是喔 來聽聽看 怎麼了 從小寄人籬下 對房子很憧憬 而且見戀欣喜 而且因為看店 看藥店 沒辦法離開 都是要腳踏車的車程 能夠到的地方才敢買 然後莫名其妙 比如說一個廣告 CF打出來 政府開路 遠東照正 哇 這個CF拍得這麼好 辦公大樓 趕快去買一棟 一千六百萬 買下去 糟糕 整個景氣都下降 然後房價就下降 也沒辦法開工 很痛苦 然後後來好不容易完成了 有人租 就很怕聽到 房客的電話 就說又要退租了 退租很麻煩耶 一個月還要八千塊 水電加管理費 麻煩的不得了 所以每次見戀心思 看到房子就喜歡買 一直買一直買 結果租也租不出去 所以手上總共現在有幾個房地產 十棟而已 現在有四棟沒辦法出租 因為景氣太化租不出去 然後幾乎都沒有用 也沒有現金 對不對 全部都在房地產上面 所以說你說地擴錢窘 就這個意思 吳但如老師還跟我講說 你怎麼這麼傻 你買基隆的一個別墅 一千八百萬 你那個錢去內府買三棟就好了 公益房子 你現在不是一億多的嗎 那問題是內府那時候 捷運剛好在動工啊 看了就不舒服了 你會去買嗎 我那時候就是 不舒服的時候去買的 所以說買都買錯了 然後糕點買 然後賠瘦 割地賠狂 認賠了事 每次都便宜的賣便宜的賣 所以你說自己現在已經是 六十歲了 還要賺錢養三代人 三代人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兒子 媳婦女兒都在店裡面 五點多起來 就要撿玉蘭花 野薑花 然後掃地 拖地 然後家裡水電什麼都我自己修 連磁磚我也自己貼 買水泥還自己貼 如果壞掉 真的 全部都是我們一個人 真的 你家裡假如有一個阿公 那個就是長公 絕對沒錯 為什麼 因為全部事情都是他在做 而且從五點多起來到晚上九點才收電 每天都這樣 全年無休 然後來上通告就是我的休閒活動 我只有這個休閒活動 全年無休閒每天都在看電 現在還要養三代人 因為還有兩個孫子 還是要養 全部的重單都還是在這個老頭上面 十個禿子 九個腹 你這個天庭一定要飽滿 不能有瑕疵啦 因為我這裡小時候碰到 日月角缺了一角 缺了一角就沒有用了 有傷痕 傷疤這樣的話就不行 爸爸18歲 我18歲他就走了 這樣差很多 台灣人說 鋼腕起嘴 額裂是不是 額裂還是 吐唇 也不要破那 額頭破了 這個都沒有用 有此一說是嗎 所以到現在60多歲了 這個額頭叫護母功嗎 真的是又勞又窮 就是我的心臟 不會啦 蔡永哥 不會啦 不會 沒有錢啊 真的沒有錢 來來來 張宗蘇老師 朱年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財運最亮 是 不管有沒有光頭 碰到了 運就對了啦 所以朱年馬上就到囉 來 我們從財伯宮來看一看 首先第一個 財伯宮有破居心的朋友 有沒有 沒有 我看這裡也是沒有 好 各位觀眾 有種破居心在朱年要注意了 亂中生財 所以你如果覺得形勢很亂 其實明年全球形勢 本來就是亂的啦 可是有時候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啊 對於破居心來講 他就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亂世出英雄嘛 破居心敢於冒險 你看巴菲特都說啦 人家貪婪的時候你要小心嘛 可是人家在害怕的時候 你就要貪婪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 朱年是破居心 值得出手的時候 你看就像走到新一句話去 五分鐘就跟他買房子下來了 這就是適合破居心的 再來就是 有天良心的朋友 兩位都沒有天良啦 莫天良 莫天良 但各位有天良心的朋友啊 明年的天良是畫柯的 明陽四海 所以要先有名後有錢 先不要太計較錢 計較錢反而賺不到大錢 可以拿錢去換名 有名了錢自然就進來 所以這時候是功名名聲的好時刻了 再來第一名在朱年的就是舞曲 我有贏 哎呀 棒了 棒了 來 我們看 有沒有 好 你也有舞曲耶 你在對功也是舞曲啊 我太太說他有錄存 他有錄存 幫你把它存起來 沒有啊 我每次存著稍微有一點錢 節衣縮止 他馬上知道 明天你匯款給我 每次都這樣子 好奇怪 好奇怪 如果這樣這次沒看到 明年舞曲是賺錢的 因為明年舞曲畫路 不過我要再說一下 舞曲畫路不是一定賺錢 其實是大賺跟大虧都有可能性 為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 因為舞曲當你賺錢 最怕就是得意忘形 貪了 這就好像你進賭場 你連輸三場 你就不會再賭下去了 你連贏八場 你會不會想越贏越多 結果地球場輸光光 所以這時候的舞曲 其實明年想賺錢要有一點紀律 就是我定下目標 達到這個目標就好 不要說道龍這目標 還要賺更多 所以千萬注意 你不要以為無曲畫路 一定賺錢 反而大虧的機會更大 我們做得很多 了解了 兩次 有請周慶君老師 來幫我們進行數字測驗 大家測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好運連連嗎 來 老師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6730-7326-5473-3269-4908 直覺了 好 蔡小哥請選 3269 你們把我要直覺了 3269加贏券戀 我的話是6730 好 5473 新龍哥你還是一樣3269嗎 我剛剛只覺得3269 新龍哥如果覺得3269 我跟你講他對數字是非常敏感的 等一下 這一期可能會 我在看一下 還要想的啦 是直覺的 老婆在把那個數字盤 有沒有感覺 新龍哥有沒有感覺 6730 7326 5473 他在撥白 我們給他 326 4908 看久了就會出來了 我可以讓你用摸的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摸那個數字 摸一下 可以摸數字 然後又一個太陽眼鏡人在摸 買一個 7326 好 新龍我選7326 好 老師們選好了沒 6730 好 我剛剛選了 我剛剛選了 不變 好 你剛剛選什麼 5473 5473 小河你選 4908 6730 好 來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有好運連連嗎 觀眾朋友 我最期待新龍哥會開出來什麼數字 好 那我們就來掀開新龍哥的 好 特別特別 好 我們來看看 他真的對數字能夠摸得出來嗎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沒有心 原來是挑3269 一摸就改了 後來換用膨的 摸去摸到 7326 好 那我們來開他的 看看厲不厲害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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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在作弊 沒有作弊 沒有作弊 我們都不知道啊 跟他開玩笑 然後他又摸了 改了 改了 都沒人相信你 是不是啊 你看財運高升 投資順心 就是投資好運連連 太妙了 在任何財運方面都非常好 讓你口袋滿滿的 真的是相當相當不錯 謝謝 好 你們 全部去剃光頭 好 那我們來看看6730 6730是 我必須要叫我老公剃光頭 好 還有就是那個 Avenda老師 還有靖淳賢的 我們來看看 到底在哪一方面好運連連 這也不錯 職場企望展翅高輝 工作好運連連 你能夠看到別人 還沒有看到的機會 所以你都一定 比別人先走一步 在工作上面 你會過得 做得非常的不錯 所以是在工作上面 好運連連 都做得非常相當的響亮 那我們看看4908 4908是賭林哥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在哪裡好運連連 我們來看看囉 貴人相頂前脈不斷 就是貴人帶著你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所以說能夠開脫很多新的契機 那因為有好的人脈 當然錢脈也會跟著來 所以說錢脈不斷 再讓他們看看3269 3269是參考哥寫的 還有觀眾朋友寫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好運連連 我們來看看 家庭和樂平安是否 家庭好運連連 其實在家庭方面 都非常的不錯 太太因為愛你而挺你 那因為你的那個 父母爸爸媽媽 當然你沒有爸爸媽媽 如果觀眾朋友選的 父母都會相當的健康 而你的功課方面 都會非常的好 家人都會非常和諧 因為家和萬事心 所以家庭的運勢好 當然你的運勢也會更好 大家看看5473 5473是張老師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 在哪一方面好運連連 我們來看看 巧妙機嫌春風滿面 就是桃花好運連連 大家會對你莫名的崇拜 還有每個人都會對你 釋出善意 當然愛人 就是戀人對你是 因為基於愛而挺你 還有就是異性也會基於 崇拜你而挺你 所以說很多很多的崇拜 你都會是因為 有這個桃花的關係 所以相當的不錯 當然是感覺好像桃花 但是其實也是一個人緣 所以人緣畫面會非常不錯 好 謝謝老師 觀眾朋友好玩大分享 大家如果害怕錯過 蜜月好好玩的首播節目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 YouTube的頻道 上YouTube 來蜜月好好玩的官方頻道 來 你打算命運好好玩 跳出這個頁面 右上角這裡 給它點下去 訂閱 然後你就可以每集精彩完整的內容 每日新作意識 還有命運小測驗 好的 謝謝老師 好的 謝謝三位 這100燭光的來賓 謝謝 好 也要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見 請整個收看 命運好玩 掰掰 趕快去替光鴻